今天我們看一個來自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的一個文章 因為我是老師 看到這個標題的時候 覺得很有興趣 所以就詳細地看了這一篇文章 這個都是我們這麼多課以來 我想我們之前看的都比較簡單 這次看這一篇就相對挑戰性大一點 多一點的生智可以去學一下 這裡他用了一個字就是instructors 其實講老師 teacher 其實有很多字都是講跟老師有關 就是你去教別人東西 除了teachers 我想我們可以用coach 我們可以用instructors 我們可以用tutor 這些字全部都是跟老師有關的 不過那個角色其實相對都有點不同 老師一般就是講學校教書那些 我們就會叫老師 那現在呢 尤其是美國呢 都幾多的學校呢 就開始不太用teacher這個字 就開始用instructors 或者是甚至有些學校呢 就會用這一個字的 facilitator 這個呢就完全不是老師的 facility 是協助的意思 那現在很多說法呢就是說 老師其實不是一個 說教形式的方法去教書的了 應該 現在我這樣呢 我講你聽呢 這些的做法呢 應該是上個世紀的時候呢 的課室來的了 現今的課室呢 應該是學生呢 就是主導去學習的 那麼呢 老師只是去協助 只是去一個helper 這樣的意思 OK 去引導你 那這兩個字就相對相似一點 teacher和instructor 那tutor呢 就是一些small class的 那所以呢 一般我們叫做補習 小班的教學 那我們就會用tutor這個字 那最後coach呢 就是教練的意思 那多數呢 都是講一些sports的字眼 OK 好啦 都沒講完這個標題 作為一個老師 How do I deal with cheating in the age of zoom 那這個真是很有趣的一個標題 那因為呢 我相信所有老師都面對著這個問題 因為呢 我們很可能呢 譬如我們這一班 很可能呢 我們都需要面對就是 一月的時候呢 繼續是停課的 那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回到學校考試的 那都是要靠大家呢 自己在家裡去考試 那我怎樣去處理這個出貓的問題呢 OK 甚至其實在zoom課堂裡面 究竟你有沒有聽我說話呢 這個呢 我也不知道的 那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啦 那 作者一開始呢 這裡 用了一個事例來開始 OK 那這個很明顯呢 作者是一個老師 那他呢 就說了 好 review我們先學這個字 解show 就是告訴我聽 OK 就是tell的意思 OK 又或者過去式就是tell 告訴我呢 為什麼呢 他呢 在我的網上考試呢 很差 OK 因為呢 他在電話那裡 he was on his phone helping his fraternity brothers OK 他按著電話呢 幫著他的死黨 OK 這個字呢 不是真的他的兄弟 fraternity brothers 即是說那些死黨 好friend 好friend 有餘兄弟 這樣的朋友 OK 好了 他就說 老師就說 I know his cheating isn't ethical OK 他出貓 當然是不道德 OK 好了 這個是道德 或者是德行的形容詞 OK 沒有衝突的 No dynamic there OK No dilemma Sorry Dilemma No dilemma No dilemma there 這個字呢 解衝突 OK 或者是 即兩者呢 你很難選取 OK 那就是用這個字 OK 有兩樣東西 我都不知道怎樣選 OK 那不知道怎麼辦 是什麼呢 作者就說 我的角色是怎樣 I can't stop cheating on zoom So should I do nothing OK 他覺得就是 老師現在在zoom的課堂 是真的不可能去制止出貓的 因為我在自己的office 你在自己的家裡 我看到你都不是在做我叫你做的事 那又如何呢 是吧 那我可以怎樣呢 是吧 立刻飛去你家 叫你做事 還是怎樣呢 好了 所以作者問兩個問題 我是不是應該什麼都不做呢 還是 那我那個責任在哪裡呢 OK 我那個責任 怎樣去營造一個環境呢 讓所有人都是on the same plane OK 好 這個是一個比喻法 OK 這個是一個比喻法 那在說 所有人在同一個飛機 那就是說 大家都是在做同一樣東西 沒有人就出貓 這樣的意思 好了 Evaluation 是平核的意思 OK 是平核的意思 另外類似的字 就是assessment OK 好了 接下來有一句說話 我想呢 我們如果要作相關的文章 講就是 很可能接下來的DSE的考試 都會講一下 你認為網上學習 或者網上考試 成效是怎樣呢 OK 我想呢 都會有些機會 考一下學生 給一下自己的意見 大家去到2021年 去考DSE 都應該sume了兩年 是吧 那你覺得 作為一個學生 怎樣可以去防止這件事呢 不要出貓呢 OK 好了 所以這一句說話 我覺得寫得不錯 最好去預防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people from succumbing to temptation is to reduce the temptation 好 最好的方法 去預防一些人 不要做這件事 OK 好了 prevent這個字呢 要懂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它那個結構一定是這樣 prevent someone from doing something 除了是用from之外 那我們後面呢 是一定會用一個gerent 的 OK 你記得了 gerent和infinitive OK 那一定會用一個ing的動詞 好 那這裡呢 學一個心字 succumbing 就是屈服 OK 屈服 那什麼叫temptation 就是一些的誘惑 是吧 你屈服於誘惑 或者是抵不住頸要按下手機 要去出貓 是吧 OK 那這個最好的方法 是預防這些這樣的 就是有人屈服了於誘惑 就是去考試出貓 就是怎樣呢 就是去減低這個誘惑 Is to OK 整個結構 你去寫任何預防的東西 就是做什麼了 你都可以這樣寫的 prevent 一班人或者一個人 不要做這件事 不要做這件事 就是要去怎樣 Is to OK 所以三個部分 OK 其餘的東西呢 其餘的東西呢 就是你自由去配搭 OK 綠色的螢光筆的三個部分 就是你自由去配搭 你預防 你防止那班人或者那個人 不要做這件事 OK 那就是要怎樣做呢 怎樣才可以預防到他們呢 OK 好了 那 作者都有些提議的 設計的測驗 就是難些出貓 但是 你怎樣設計 都應該是 都應該是出到貓的 是吧 因為現在 你一上網 已經就是 你Google任何東西 都有答案的 是吧 那他說在人民學科 就是寫東西要多些那些 OK 不是計數那些 那可能 你都是要學生寫論文 是吧 那不如去到考試的時候 才 就是announce 那個topic OK 就是 不要之前 去announce 那個題目 好了 這裏學一個之前 我們除了用before OK 我們除了用before OK 我們還可以用in advance OK in advance OK 那這個呢 就是例子一 是吧 OK 但是 老師都說了 如果是quantitative subject 就再難些 那什麼叫做quantitative 這個字來自quantity OK quantity 即是量化 量化的考試 即是考MC題 OK 其實是類似公開試 或者是 一些 要計數 或者是 好像一些 reading comprehension 你要看一段 然後答一下問題的 那這些呢 就比較難些 再去 set 這些question 尤其是 如果你是很大班的 是吧 好大班的 課堂 多數我們測驗 都不希望 要寫太多東西 因為老師改不完 是吧 所以 所以 我們都要 再想一下 是吧 跟著呢 作者又舉例子 OK 在 這個的年代 OK 這個字 era OK era 簡單的字就是 age in the age of 又或者是 時間都可以 in the time of 就是什麼叫做 chart and discord and discord 這個呢 不知道大家同學 有沒有 現在很多很多年青人 是很喜歡用這個平台去聊天的 這個是一個網上補習的服務 外國人都有補習的 原來 這個呢 就是一個group chat 其實是類似facebook 但是呢 就是一個平台 不是post相片的 大家呢 純粹就是 一路一路在那裡聊天的平台 那 你不單只有答案 直接 show your work 都可以 即是你 立刻登個考試卷 立刻有人回答你都可以 那這些答案呢 是在一個學生的什麼呢 的fingertips OK 這裡我們學一個 expressions 什麼叫做 add一個人的fingertips OK fingertips 就是你的手指 頭 OK 其實這個是一個比喻來的 因為現在我們按個電話 就是用手指咚咚咚咚咚 那就是說呢 你在你的手指咚咚咚咚咚 你就已經有答案了 那就是近在止尺 是吧 就是很方便的意思 那就是add一個人的fingertips 好了 那上網呢 都有一些監考系統的 監考呢 其實美文和英文呢 有兩種不同的字 香港呢 你都見到 一般我們都是用英式英文 我們用監考呢 就用這個字 invigilating invigilating OK 但是美式英文呢 就會用proctoring OK proctoring 好 那就是有些網上監考 這麼有趣的 就是怎樣呢 真的不知道 有些網上監考的系統 原來 我都沒聽過 但是 都不是一個complete solutions 來的 沒有一個是很完美的 OK 那 And the sort of one-to-one discussions and evaluations that are possible in seminars may just not be feasible in large enrollment classes OK 好了 有一些 如果能夠可以 一個對一個去考核 那當然沒有問題 是吧 但是 如果是做一些大型的 OK 大型的一些班 Large and Roman classes OK 大型的一些班 那 可不可能呢 OK 這兩個字 possible feasible 都是解可能的 OK 都是解可能的 但是呢 possible 其實是 就是你在想一些 實際的東西 可不可行 又或者是 譬如說 你想 將一個 什麼呢 就是 煮菜食 煮錯了 例如 你說 我 弄走 鹽 行不行 這個 不可行 OK 我們就會用possible 這個字 但是 現在我們講一些 planning 一些計劃 OK 它的可行性 就是它 究竟可不可行 OK 我們就會用feasible 這個字 是多一點的 OK 好了 作者的中心思想來了 他舉了很多例子 OK 亦都告訴你 給了一些suggestions 給你 就是說 你要怎樣做好些 其實有什麼方法 都可以去防止一下 防止不完 防止一點點 但是 其實有時候 我們都要提醒 學生一些道德準則 OK 有三個 最基本的一些道德準則 我們去學一下 這位老師 都幾好的 我覺得 都仍然是覺得 學生是 很誠實的 即是心底裡 都應該是誠實的 OK 而不是 就是 很壞的 OK 所以他第一個 要提到學生的 就是說 不誠實是一個vice 是一個惡行 OK 我們可以解作evil 即是很邪惡的 OK 很邪惡的 所以 在這裏 他解說 告訴你 這個部分 就是說 你不誠實 去出貓 OK 就 不是 這裏說的 是 that may make you seek a better grade than you deserve OK 這一個 就是 你想去拿一些好一點的成績 好過你應得的 OK 好過你應得的 deserve 是應得的東西 OK 我們經常有一句說話 就是 抵你死 我們就會這樣說 是嗎 you deserve it OK you deserve it 即是你應得的 即是抵你死 這樣的意思 OK 好了 這個是第一個 跟著 所以我們去找一個段落的topic sentence OK 我們去找一個段落的topic sentence 那個重要性 很好 好緊要 OK 你可以很快的 其實是跳了很多的內容 但是 你都會明白到 究竟 他的重點 是說什麼 OK 好了 第二樣東西 好清晰的 是嗎 first 跟著是second 好了 他講到 你 即是一個學生 你有責任 去 跟你的老師 跟你的同學 去有一個好的關係 是嗎 所以 如果你出貓 然後呢 就是 It is a betrayal of the teacher's trust OK 這個是不是 就是 一個出賣 這一個字 Betrayal OK 他的動詞 就是 Betray OK 他的動詞 就是Betray 就出賣了你了 那你是不是出賣了老師對你的信任 是嗎 Alright 那 所以 就 跟你的同學仔都unfair 是嗎 人家這麼努力 是嗎 但是呢 你就去拿了一個好一點的成績 這個是第二個論點了 那就去到第三個column 最後 3rd OK It is reckless 好 最後就是這個字 第三點的這個字 什麼來的呢 OK Do something without thinking OK 中文我想會譯作 魯莽 OK 中文我想會譯作是 魯莽 OK 好魯莽 為什麼呢 會有傷害 對你自己 對你的同學 原來都有傷害 OK 如果被人查得出 這個字 在中學很少會用到 多數在大學上面 OK 我們就會說到 這個字 叫plagiarism OK plagiarism 簡單來說就是抄功課 給個不知這麼嚴重的名字 就是抄功課 抄功課其實很嚴重 因為在大學 其實很多科都不用考試 主要都是靠功課 來得分 所以如果你全部都抄的話 你高分 但是都不是你的 所以在大學 可能那個結果是很嚴重 可能會令到你 就是要去Expel OK 這裡用被動句 Include being expelled OK 就是被踢出效 這樣 好了 但是老師怎麼知道 譬如你的考試成績 比你的功課成績好 好過你的功課成績 老師當然會看得出 小明無緣無故 平時拿E 嘩 考試這麼厲害 突然拿了A 那就問你 一問就知道 一問就穿煲 因為你都不認識那些題目 要你再做一次 你已經是失敗了 你已經不知道怎麼辦 好了 好了 最後作者怎麼去總結 就是學習那個動機 或者是學習那個目的 其實是做什麼呢 為什麼你要去考試 為什麼你想考試 就是the key purpose 我們學過這個字了 key 就是很重要的 你沒有鎖匙回不到家 所以key message 或者key purpose 就是很重要的訊息 或者很重要的目的 是吧 去考試 就告訴你 你做成怎樣 是吧 如果你出貓 就看不到你自己的功力 是吧 如果你都不在乎 你做成怎樣 那做什麼事情要上課 我想這位老師 不知道是不是想得太簡單 還是怎樣 就是有很多人 是為了想拿個學位 而拿個學位 是吧 因為媽媽叫我拿個學位 或者是 我知道做事就是要有個學位 那就要有個學位 OK 怎樣拿到個學位 我不是很介意 是吧 不過 這個就看得出 就是外國人 就是英美的人 的數字 和很多的 其他地方的人 的數字 OK 很明顯的一個分別 就是 有些地區的人 真的會跟你這樣說 就是我拿到個學位就可以了 怎樣拿都沒什麼所謂 是吧 OK 最後的段落 做了一個小總結 就是剛才的三點 其實說了些什麼呢 第一個是德行 OK 這個是解美德 Virtual OK Virtual 而Ethics就是德行 OK 其實這兩個字很相似 這個就是講思想多些 這個就是講行為多些 兩個字都是解德行的 或者是美德的 OK 那麼說 無論是德行還是美德 都是講你的character 就是你的性格的發展 OK 另外一個字 Deontology Deontology 來自希臘的一個字 說這個是責任 OK 責任 那就是 讀書 都是有一種責任感的 是吧 所以出貓都是不好的 而最後就是一個因果關係 consequential Sorry 來一次 consequentialism OK 很難讀這個字 consequentialism OK 因果關係 來自consequence 的字 OK 加回ce 在後面就可以了 OK 這個字就是consequence 即是結果 OK 逢有些字 有ISM字尾 OK 都是講那個思想 OK 那就是這個 因果論 那就是 一些事情 他們的 因為你的行為 造成傷害 還是造成好處 這樣 好了 所以 最後最後呢 作者 他想告訴你 就是 好似阿媽 其實這個作者 是吧 就是 給你拿到好成績 那又怎樣呢 OK 這是去到 最後那一段 下面那裏 只是講他的背景 我們不講這個部分 OK 講到 to students 這一段 去到中間的部分 in the work place 那裏 in the work place 你去到做事 你都不能夠 call你的死黨 就是 每一次你有問題 你都call你的死黨 喂 搞不定 他也都說 I don't know of online services that will write office memos for you OK 我們都不知道 有網上服務 是可以幫你 做一些office的 OK 所以呢 德行 美德 是令到你可以 開心快樂的生活 OK 所以 所以 Preparing for exams can help you develop skills that are useful in later life OK 考試 或者去勤力準備考試 其實都是幫到你 去建立一些的技巧 讓你將來人生 那些有用 可以用出來 是不是很像媽媽說的 OK 但是小朋友看不到的 是吧 小朋友不是說小學生 說中學生 大學生 這些都是小朋友 十幾二十歲 現在都是小朋友 是吧 那這些人 OK 他們看不到他們做事的時候 出貓是幫不到他的 是吧 所以 作者最後就說 你最終令到失望的人 不是你爸媽 letting down 就是令人失望的意思 OK 那你最終令到人失望的 不是你爸媽 是你自己 OK 那這一句話 我想很多爸媽都會說的 但是英文怎麼說呢 現在認識了 OK 現在認識了 努力讀書 兒子 將來都是你自己 是吧 那你不讀書 就是 理規的 最後都是理規你自己 是吧 媽媽經常說這些 好了 所以 就是這樣 all of which is to say OK 所有這些以上的東西 就是想說什麼呢 One person you are letting down When you don't do the work is you 這一句話 應該由這裡開始 到這裡 OK One person開始 到這裡 就是剛才所說的東西 就是 你不努力 不做事 最後 令到失望的人 不是爸媽 而是你自己 好了 這個就是今天的新聞分享 了